每天这样子 加油 好不好 爱我的人是谁啊 你说 爱你的人很多 你现在这样子每天在广场上 你父母思想也会很担心你 还有很多粉丝 心疼你的 帮你当成儿子的也会很担心 也会很伤心 看到你这个样子 哎呀 其实其他的我都不不在乎了 主要是你你你吸不吸头我吗 我看到你这样子挺心疼的 但是我个不希望你这样子每天在那里 因为我希望你就像个我的好哥哥一样 能够做什么事都要 为自己着想 阿子我跟你说个事 其实啊 你说完了没有 你说完了我说两句 不是你说两句吗 那我说啥句吗 那个 其实我们两个认识也差不多 差不多快一年了 然后以前在一起待的时候也差不多有八年多 然后这一路走来呢 说实话 我承认我们两个 就是说没有走到个拿你朋友的阶段 但是 我们两个都都应该心里面都能感感受到对吧 还是有父亲喜欢的对吧 这个你应该也也也敢承认吧 你看你笑了 没事没事你今天网上我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没事半开得说 对吧 那你有喜欢过我吗 有啊 然后这半年以来对吧 然后走到今天呢 也是有滴滴点点很多很多回忆 然后我心里面呢 确实也也也心里面也是有远都是有你的 然后很多粉丝们也都在劝我 就是其实我昨天来的时候粉丝们都说我叫我不要去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跟自己留一号 因为人生胆壮 人生短暂 我也不想跟自己留一号 我就选择了来了 来了呢也没有别的意思 这个也是买了花的买了花呢 花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说怎么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对吧 老婆有那么久不见了 把我的吸引对吧 就是一点吸引就是见面你嘛 这么久不见了 一点吸引把花送给你 也不是说没有像他们说的 我有那么坏 或者爆个花怎么怎么样 我没有这种这种 他们说我打扰你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这种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在馆场上等你的原因呢 我只是觉得我联系不上你 然后呢 我希望就是说这个馆场的话也好找 我在这里等你的话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见个面 大家就是聊一下 我也不是说见面就非要跟你表白 或者说一句我爱你怎么样 我只是就是说 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 然后呢 就是聊一下我们之间的一些有没有可能之间的事 谢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中途对吧 来到城里面 你也知道我当时也出了事情 我也跟你说了的 然后当时可能我自己也遇到了难处 然后也发不了你什么 但是你也能你也理解我的 很多中途呢 后面我跟你说什么 你也觉得就是说不想为难我 因为觉得我自己也遇到困难了 不想为难我 然后你认识了这个一走 一走的话 实际上是挺好的 但是他可能也有也有对你有想法吧 我觉得他还是挺那个啥的挺好笑的 然后我跟他吵架 其实你不要觉得就是因为你然后我们两个这样子吵 然后觉得你心里面难受怎么样 我跟他这件事我们之间男人之间的就是一种 因为因为有一次他他说过我 所以我就心里有点难受 然后我我跟他直接是我们两个这件事 你不要觉得你心里过意不去那种 知道吧 然后呢 我希望呢 就是说因为说实话 手机上也说不起 我希望呢 就是你有时间的话 就是来见个面 聊聊聊一下 聊一下 这个广场这里离你们那儿 阿伟哥 阿伟哥 没事的你有什么话 你就是我们就在今天晚上就在连麦这里说清楚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说完了没 你准备好了吗 你说完了没 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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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说了吗 说吧 你就要现在就要准 就是听 就是你 认真地听阿阿伟哥 好吧 你对我好 你把我带出来 你让我认识了那么多事事而已 你从山上把我带到城里来 然后你帮助了我很多 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 我会放在心里面 以前呢 在山上 或者后面来了城市的面 我就确实很喜欢你 我才会跟你来到城市的面 这是你也很明白对不对 嗯 但是呢 我觉得后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真的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 我们才会走到今天这一天 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也不会分天了对不对 你也非常好 事杀也更好 怪就怪我们没有缘分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为我每天找阿子 网上找阿子白天找阿子的找了 我觉得我们有些事情都是回不去了 我希望你能够可以的话做我一个好哥哥好朋友 嗯 然后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的话真的会让就是爱你的人会很伤心的 嗯 我觉得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嗯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可能回头了奥尔高 我说的这些话你也不要伤心 如果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没有联系了对不对 所以呢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我的幸福和我的贼切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我也好能够找到适合属于我的幸福 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适合你 比我更漂亮 更善良 更好的女孩子 真的 我摸着我的年线说 阿伟高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 你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幸福 属于你的女孩子 觉得你然后不要为我这样那样的东西难过了 嗯 好不好 我没有 我就是好朋友 你真的是这么小的妈子 对 比你更善良的 比你更好的可能很难找到了 如果当初你早一点来了 有可能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天 但是我也不遗憾 因为比怎么样嘛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以后可以做好朋友的嘛 嗯 我不要记住好嘛 不成回头草 不要说话 阿姨莫你不要说话啊 因为我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什么说的 知道吧 我我跟阿姊聊两句就可以了 阿伟哥 目前就是以前我小妈还有阿姨莫对你的这些不好的这些呢 我也在这里认真真地给你道歉 不好意思 因为阿姨莫也不懂事 我小妈也你知道的 那个嘴就是这样子 你为我花了一千也不少的一些东西 这些以后我也没命了 慢慢的还你 我说一句啊 怎么说呢 我在你身上花什么的这些 我也没有说过这些 我只是说去大娘上玩了半年 确实花了100个W啊 因为平时需要吃需要喝需要干嘛的 但是我没有说过就是在你们身上花100个W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 你也不要放在心里面就是觉得心里面过于不去那种 我觉得就金钱嘛代表不了爱情 嗯 我也就是说理解就是你也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不是说我帮助过你什么 你就非要回回答我回报我就又要跟我在一起 没有这种就没有这个 那阿伯 这些的话对不对 那一码回一码的嘛 那还黄的还是挺黄的 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 所以我有能力了 我会我不会忘记的 不要 你就不要放在心里嘛 然后这都是我新开企业的 嗯 嗯 然后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适合你的女孩子 啊 阿子 其实这两天 呃 我感动了所有人就是没有感动了你 哈哈 哈哈 没有没有我也挺感动的 啊 但是我看出来了 但是我们已经感动了 我们已经感动不了爱情的那种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看出来了你刚才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也感动了 其实这两天你也没有掐出来这一步 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心里面还是冰凉冰凉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么多人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我也这样在我心里面那么好的一个哥哥 那你以前帮过我那么多对我那么好 我看到我肯定会心里面不舒服的呀 对不对 我的心都不是铁做的 哎 其实 但是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没有说可能你有你的难处我也能理解 但是呢你就是虽然这两天没有来见我 但是我能理解你心里面还是吸头我的 但是呃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呃反正越来越好 你要开心 对 我说越来越好好不好 你要你要快乐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以后不要阿伟哥 你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 啊没有 啊 其实呢 阿子 回不去了 就说回不去了 你以后就不要做那个啥事了好吗 我知道 那你笑一下好不好 阿子 其实呃我呃我尊重你的这个 我尊重你就就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你足足不了我的我的追求 对不对 我知道你吸头我 但是我追求你是我的权利的吗 对不对 谢谢啊 你以后要快乐哦 真的快乐 你要快乐 要幸福 要快乐 我会幸福的 啊 啊 你应该没有就是 从小到大没有一个男人为你 拿拿着一束花在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广场上 为你表白过吧 没有 但是阿伟哥我想要的不是这种 嗯 你想要的学学丹丹的懂我的人 嗯 我不信我不想要如环富贵 不需要我 我想要的是平靠淡淡 就我好的人 我可以不要花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的 我也可以不做房车 我不知道我做的是错的还是对的 但是我确实为你准备了一束花 我觉得这束花呢 我也是也没有别的意思 是我细意收给你的 但是这个花你不接受的话 就只能热了热了我觉得有点浪费 阿伟哥 你看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因为如果我觉得这么扔了真的很浪费 这里有很多人 很多人 然后我想对你说几句话 因为现在直播间9000个人 家里那边已经2万个人 在这个广场上的话可能整个广场都占满了 然后我现在就相当于站在舞台上跟你说几句心理话 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没事阿伟哥今天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理话都说出来吧 没事 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还是把我的业望我的心理话说完吧 不然我不想给自己留一旱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没事阿伟哥你收吧 不想要过几个 阿伯 阿伯 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收起 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收起 阿伯 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收起 但是我只记得我们认识快有一年了 然后从离开到现在 我也没有发誓过你 也没有就是觉得你不好的一面 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我只是等一个机会 我以为今天我能等到了 但是你说我们俩 你说你把我大哥哥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一直给点时间 你一下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因为但是我心里是有你的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我不知道现在说了合适还是不合适 这束花也是我收给你的 希望你能够收到 我希望呢 就是你来见我一面 我们两个一起吃个牛排 然后一起聊一下 你来见我一面好不好 阿姊 我光亮去了 你知道吗 很多叔叔阿姨妹都希望我们两个见一面 真的 没事 你带阿姨妹一起来吗 你带阿姨妹一起来 我刚刚说了 我说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话 你还没听明白 阿伟哥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说我们以后对不对 可以做好哥哥 好朋友的吗 对不对 你也不要那么伤心 不要那么难过 对不对 这束花呢 有可能前两个月之前 说我有可能就真的接受了 但是呢 今天的话我不会接受了 阿伟哥 我也不想把话说的那么的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适合这个花的人会出现 我不适合 那可以借我一面吗 真的我们都好好的 你不要为难自己 也不要为难我 我们大家都祝对方彼此幸福快乐好不好 默默的我祝你幸福快乐 这样子嘛 我们两个见一面嘛 然后我请你吃个饭嘛 因为粉丝们也都想让我们两个见一面 家人们也都希望我们两个见一面 我也很想见你一面 也好久不见了 我们两个以后还是好朋友的呀 对 但是我现在就想见你了 现在因为我早上每天早上还要去打吊针 然后我也就是也不怎么方便 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说出来是不错 你自己去想 反正我已经感冒了 反正你自己自己说的不留遗憾 反正我跟你说像阿子刚刚说的一句话我就觉得不是很对 他说找到一个比他更加善良 更加这个什么 更加什么 对 我觉得 因为我希望阿伟哥你能够你 我希望你还比我幸福真的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比你善良的哪子 你就是最善良的那个人 最漂亮的那个人 没有 只是你还没有遇到而已 遇不到了 我也没有耐息去遇了 遇到了 天哪我今天连麦你就是跟你说这些 我希望年后 不要说这种小事了 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可能你也早就想好了 那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 好不好 然后就那个啥吧 因为这几句话呢也是我一直以来想对你说的 但是也没有这个机会 本来就是想跟你见个面 跟你说这几句心里话的 但是你 你没有时间来见我的话 我也不强求了 不勉强了 因为勉强了 也不是想要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 好吧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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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世界的女朋友不要说你不老家人们 其实 我们两个人认识这么久 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跟你说我的心里话 然后 这一直以来我也是等今天这个机会 能够见你一面 然后跟你说这些心里话 但是呢 也没有机会见到你 我确实 见仇了 就是做一位你的好哥哥 在一个寡场上这样子 跟你丢面子了 对不起 但是你以后记住有那么一个叫阿伟的一个哥哥 在一个寡场上说过那么一段话 你记住我的心里话就可以了 会的 我不是记住你心里话 我会把你当做我好哥哥 真的 然后 以前过去 好与不好 都已经过去了 没有 以前都是美好的 阿伟哥 我们都把这些美好的 放在心里面 好不好 我们都不说了 就 祝你祝我越来越好 好吗 我想 跟你说的就是 我们两个 都给彼此一个机会 头头再来 重新开始 因为我们两个哥们 有没有在一起 跟阿伟哥 有没有谈过男女朋友 有没有说过我是女朋友 没错 男朋友 对不对 我们以前你也说过的 我们是好哥哥 好兄妹 好朋友 现在也是好不好 现在以后都说好吗 如果可以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愿意去留意 我相信 我会加油的 我们以前的就过去去了 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没事 阿子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阿子我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真的 你喜欢我阿子姐呀 哎呀妈呀 真的喜欢你咋的什么 不是你少说话好不好 那个 好清楚吧 但是过了 阿伟哥你不要再执迷不务了 不是什么叫执迷不务吗 你你说话温柔一点吗 好不好 我说话温柔一点我 我说不说话的 这里是我直播间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对吧 没必要这样子吧 本来就是呀对不对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好吗不吃回头草 咋也 我说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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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哥我已经把换除到这个分上了 你就不要这样子了好吗 我们大家都给一个彼此的美好的回忆好不好 我们把你对我的好 或者我在你心里面的好 我们都放在心里面 永远 我们大家都以后 做好自己的生活好吗 好阿子 不好意思 我跟你 太丑了 没有羡不羡羡的阿伟哥 真的 我们很多书甩油 我们都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那知道吗 希望你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会加油的 我会努力的 我知道以前 我知道以前有阿伟哥住的不好的地方 然后你可能有发在心里 但是过去的好与不好都过去了 以后我会努力加油的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阿子 可以吗 给我一点时间 哪怕是10天 还是一个月 这是我心意 测给你的 你不要这样子吗 就这样阿伟哥 话都说的那么清楚 我又说好了就说好了 我跟你磕沙个头好不好 阿子 你干嘛 你不要这样子阿伟哥 干嘛 你能不能这样子阿伟哥 你是干嘛 你是 你是他妈的 不是 真的 有点 阿伟哥 我跟你说吧 阿伟哥 反正我已经见笑了 阿伟哥 我希望我们都好好的好聚好散好不好 阿子 你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 你这样子是为难我 没有 阿子 以前我做的不好 你就不要发在心里 好不好 以前我做的不好 我也跟你认错了 我也做不到十七十美 有时候会做错的时候 但是呢 我现在我也想出了很多东西 你一片化了 我现在我的公司也做起来了 你做好好的吗 我爸我也调节好了 对吧 所以我现在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大胆的追求你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接受我 然后最近你可能也有你的想法 但是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我会努力 我会加油的 你应该 阿伟哥 有些事情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我追求你是我的权利 你搭不搭业是你的权利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我现在对吧 你这么多天 阿姨你好阿姨 我这么多天来来 我我没有跟你说话 我跟你几说一下 这么多天 反正好好的 现在怎么一天挂了啊 你怎么出了反饭了 真的是 刚才都说的好好的呀 好聚好散对不对 我要怎么挂了 这怎么说吗 这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说话 他他他在那说话 这不是这什么意思吗 你对不对 我觉得没必要知道不 你要你要连家门都说连吗 对不对 那就阿子跟你说吗 你们有什么事情说开吗 对不对 关他什么事吗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对不对 关他什么事吗 我们在旁边我们也没有说话呀 对不对 对不起 家人们 你不要 也不要这样子知道吗 你尤其是不要真的 我跟你们介绍了 在这个广场上 这个样子 我只想见阿子一面 他面说清楚我心 我听他的心里话 我知道他被那个易老板洗脑了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家人们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不会放弃的 家人们 我知道有人 易老板和阿姨莫的话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来 来跟我说这种坏话的 我不会提的 阿姨莫也是一样 他不是现在才是坏人 他以前在楼村里面 就一直都是个什么样的人 里面很清楚 对不对 易老板也是一样 接不接 接吧 但是不能 我跟你怎么挂了 我挂的 阿姨莫挂了的 阿姨莫 我挂的 我挂的 我没有挂 我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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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设我挂的 挂的不重要 爸爸 谁挂的不重要 反正我最后再给阿伟跟你说 我说我们都好聚好相 好不好 我们以后的话可以的话做好朋友 好哥哥 不可以的话 我以后有能力了 我会把该还的人 请会还的 你放心 好吗 不用还 不用还了 必须要是你能 作为一个好哥哥 我不希望你每天都这样子 真的 嗯 阿姨 那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呃 比如说 呃 我追求你 我有错吗 没有错吧 我知道你吸头我 因为我在这里 一个刮场上 这样 我不是心疼你 而是我觉得你这样子 我我替叔叔阿姨 还有你很多粉丝们 真的 我觉得不值得 知道吗 那以后 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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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哩